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米酒 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什麼是CryptoMate 跟CryptoMate它是怎麼運作的 首先我們希望知道CryptoMate是一種 Multimate的儲存格式 它傳統基本上你RGBA就只能儲存三個Mate這樣 然後CryptoMate則是可以儲存非常多 就理論上無限多 那實際上不是的一種儲存方式 在一個ESR裡面可以儲存非常多Mate 然後基本上就是CGBA based animation這些產業會比較常用到CryptoMate CryptoMate是怎麼運作的 它基本上就是它在多個Layer有RGBA 然後它以R跟G一組B跟A一組這樣子 R是ID,Blue是ID,Green是Mate,Alpha是Mate 然後把它加裝起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完整的Mate 然後那個我要先講 在IDChannel它是不能有AA的 不能有反句詞的 然後你吸到的那些名字 它都是從它的那個Metadata取得過來了 我給大家看一個範例 這個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切到RED 它這個46413 這些就是它的ID 0啊-0.003多少這些都是它的ID 然後它 是所以叫Crypto加密的意思就是說 它把這些ID用那種 用那種神奇的算法 這個有開源 你們可以去查 它把它轉成這些 這些這個 16位的 我不知道 轉成hacks的這種儲存方式之後 然後它就會變成這個 它可以反向搜尋它的這個名字 然後之所以你的那個 CryptoMate 存可能超過千個物件的時候 它就會爆掉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字穿太長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長長的這個字穿 就是 目前這個場景的 物件數就會就已經這麼長了 你可以想像幾千個會怎麼樣 好然後 它基本上就是你的那個ID是哪個Pixel 然後的那個Met 這樣它就會加起來 你看這是RED對不對 然後它是Green Green這邊就是10星的有沒有 就是因為它這個Pixel 它在Pixel上面 它是 它有這個Met的話 它就 會吃上去 然後我們可以給你看 它的 Blue Blue就是這一層 然後它的Alpha 就會長這樣 這樣子 然後你會想說它為什麼要這樣存對不對 沒關係我馬上給你一個解答 支援CryptoMate的Render 它都會給你一個參數叫Layer Level 什麼鬼的 這個東西 這東西就是指說它要存多少個RGBA的意思 它要存多少層 RGBMate 然後這樣子反過來講就是說 你在一個Pixel裡面可以儲存 多少個物件 那基本上6就OK了 那你要做Motion Blood很重的 基本上你開 可能要開到最高可能才才OK 我自己試過大概是12層 其實可能就夠了 12層嗎 還是24層 忘了 反正就大概 12或24 就就就就就就 大部分就夠了啦 然後 如果我開不夠就會沙沙的 這樣子有點Noise的那種感覺 基本上現在大部分軟體都支援了啦 那什麼Cycle連EB都支援了 然後我自己也用Python的 NumberP Py去寫過 用CV去寫過 一些小東西 所以大概知道這些是可行的 然後 目前已知的Blender,Nuke,AE,Fusion都支援 只是Fusion支援的不太好 這樣 然後各位說Mate會不會 會不會對那個效能有影響 在3D render的話其實不會 它非常快的 可是如果在Camp端的話 你只要不是在Nuke 那速度就不會很快 這樣子 好 剛剛Lay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 一個Pixel能記錄多少個物件 然後再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為什麼 數量一多就會滿 就是它的String值太大了 它的那個要變的那個量太大了 好 就這樣 謝謝大家